大家好,又到羅乃圈回客室了 依然是我的好同學羅惠莊 羅惠莊同學,我知道你是羅惠莊老師 教鋼琴 很多人都問,第一個問題 多少歲適合學琴? 如果學彈琴的話,最重要是他坐得定 他可以跟老師或媽媽和爸爸溝通 因為小朋友很小 四歲? 一個個小朋友的成熟程度 有些很老粗的 有些三歲左右就可以坐定聽到你說話 又好聽話的 但有些去到六、七歲,那些要跳跳扎 如果坐不定那些 譬如語言上跟你溝通不到 連ABC、D、2、3、4都一般認識 就很難搞 有些基本的東西 對,因為你學彈琴有時都要懂少少少ABC 那是不是真的要他有興趣? 因為很多家長都跟我說 我有兒子有女兒,不喜歡彈琴 那你有沒有試過收一些學生 好像那些給家人逼 有,有 有 有 有興趣的那些 如果父母真的想小朋友很快去學音樂 最好從寶寶開始分圖一下他 多些讓他聽聽音樂 最好是初出古典音樂 讓個人的程序比較靠 再大小小 讓他聽不同類的音樂 讓他聽不同樂器的音樂 讓他喜歡 讓他自己選 他喜歡什麼聲音 哪一類的節奏 那你就知道這個小朋友 他是不是有音樂感 譬如我女兒很小的時候 我教彈琴 他就在那裡猛吵 你知道這個小朋友是有音樂感的 那些就開始得快一點 他喜歡 譬如賣的鋼琴仔 他自己叮叮叮叮叮叮 parallels上音乐 接着音乐就会有多种 这个小朋友有天分 所以学习会模拟 是否各个小朋友都要学习音乐 你赋不赚钱 让小朋友选择 当然了小孩太小 colleges 学习有很多种形式 你不一定要坐定定 在琴上的單位 你不一定要學琴 學習打鼓、吹笛、鋼片琴 你可以選擇好拉小琴琴也可以 總之他選擇的就會好些 我們要讓他展示不同類的音樂 是不是讓他選擇就會學得比較有興趣 當然 有些人經常說他都不知喜歡學什麼 我先幫他選擇鋼琴 都可以的 讓他試試 如果你看到鋼琴 他坐在琴上很悶 因為媽媽叫他學習的時候 他沒什麼興趣去練的時候 就要開始重新思考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問我 學多久才覺得夠呢 又或者學到什麼時候 是否到他沒興趣 他可能三個月就說媽媽我不想學琴了 那行不行呢 整個過程呢 我就很鼓勵父母的鼓勵 就不要只是依賴性殺 特別小朋友小時候 父母是一定要 譬如很多的陪伴 他彈琴坐在旁邊 讚他 鼓勵他 或者跟他一起唱歌仔 就不要每個禮拜去山道 就是那半個小時 然後學完回來 就依賴著身體練 就變得很悶 也不知道為了什麼 但如果你很喜歡唱這首歌 是吧 音樂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就不是為了學東西 而去學音樂 通常我教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讓他選他喜歡彈的歌 我給他很多首歌 不是為了考第幾級 不是 就是特別初學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你選吧 這首歌好聽 那首歌好聽 他們會選的 有時候我會說 這首很活潑的歌 你一定喜歡 原來不是的 原來有些小朋友 很有個性 他自己喜歡選所有 classical 每段一位 很有趣的 有些小朋友就喜歡彈的 很多男生就喜歡彈的 二十世紀的 噗噗噗噗 那些percussion style 那些音樂 我就讓他彈 沒所謂的 聽起來和我那時候 學很不同 我那時候一定要考第幾級 於是去到很抗拒 但現在原來學琴 是這麼好玩 這麼有趣 是啊 還有有些小朋友 他抗拒於看譜 小的小孩子 他都對那些 ABCD 數那些 數上數 我都很辛苦 有些小朋友 可以有天分 你彈這些東西給他聽 他就 模仿你彈出來 這個 叫做learn by listening 和learn by example 是 所以如果要孩子學音樂 我極鼓勵 父母你自己 喜歡什麼樂器 你去學 是 就會吸引到 小孩子跟你學 是啊 我都辛苦小朋友 媽媽也學 媽媽也學 爸爸也學 小朋友自己也學 嗯 最好就教了媽媽 爸爸 然後回家 我小朋友 就跟他一起玩 跟他一起彈 他彈這邊 你彈那邊 非常好 記住 這些東西 不是你扔的東西給他 而是我們跟他一起學 一起進步 一起有樂趣 一起享受那個過程 享受那個父子 母子 parent and kids 的關係 好 多謝你 下次有機會再找我 你上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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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poop 好